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人因有本无所剧 素因有根不动摇 大家好 我是洪准 欢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今天呢 繁重加权股价指数 目前呢 下跌了50点 我在之前有跟大家讲过说 其实台北股票市场 它现在已经有一个过热的现象 股票市场不变得真理 叫做胜急额衰 脾急它会太来 你如果怎么去判断一个 胜急额衰的状况 什么地方又是脾急太来 最主要的还是要看 整体的技术面的表现 所以当指数在9月5号 BIOS来到高档的时候 我就已经跟大家讲过 现在的台北股票市场 你要留意的叫做风险 因为BIOS指标 从过去的走势来看 每一次它来到高档 就必须要来做回撤的动作 它会来做收敛价差 所以过去只要一收敛价差 它可能回档的幅度 一两百点的空间 但是因为你追在 那个高高的位置上面 结果它一回档的时候 你就可能因为追高的关系 然后被洗掉了 因为均线的法则有跟我们讲 均线法则第二条 当股价跟均线的乖离过大 它一定会做收敛的动作 所以当它出现乖离过大的时候 都是一个警讯 它都告诉你说 这里它有一个风险性的存在 所以当指数 你看昨天已经来到2.37个percent 已经来到2.3 当它来到2.3个时候 它相对来讲已经涨不太动了 它已经涨不太动了 我上涨没有力 我下跌 它就会做一个下跌 回档的去做修正 然后我们再从结构上面来看 昨天我们再从结构上 来跟大家做分析 对不对 我说最强的在这个叫做金融指数 金融指数已经连续1 2 3 4 5天了 已经连续5天收红了 它已经连续5天大涨了 金融指数大涨 它代表说有人在这个地方 他把指数给撑住了 他在护指数 但是他护指数的原因是什么 他要掩护的目的在哪边 他要掩护是他要出电子股 对不对 所以2 3指数你看到 今天电子指数的部分 目前盘中是跌0.84% 它是跌0.84% 连续两天不过高 啪 今天一根藏黑下来 所有的追在高档的人 全部都套牢了 全部都套牢了 所以股票市场 它是有一个节奏 一个tempo存在的 高档的时候你不要去做追价 拉回测试支撑 你在做布局的动作 所以很多的个股变成强的 它在转弱 但是弱的股票 它变成它在转强 你如果每次都用 追高杀低的方式 很容易套在那个 相对高档的附近 操作要有一套公式 跟方法在做运行 今天大家最关心的 大家觉得最莫名其妙的 大概就是3406玉金光 这档股票 3406玉金光 它公布的营收 大幅成长年增率 一倍多 1.22% 122% 讲错了 122% 这么高的成长率 创架历史新高的一个营收 结果股价居然看到利多之后 开始下跌 坏 我跟大家讲过 现在的格局 就是强转弱的盘 如果你看到建墙 你去做追价 你很容易追在那个高档附近 那我们回过头来 分析一下郁金光 为什么他今天会拉回 很多市场上的投资人 一些市场上的高手 他们已经在低档的时候 先做布局的动作 来到一个高档的时候 他们是逢利多 来做出货的动作 这个叫做节奏 这个叫做tempo 所以低档你不买 高档的时候 你再拼命去追 看到利多疯狂去做追价的时候 往往都会套在 那个相对高的附近 所以我们的操作 必须要有一套 依循的公式 要先找到资金再买的股票 然后回档的时候 再去做布局的动作 那郁金光呢 他因为收到了苹果的订单 他这一次切入了后镜头 对不对 以前都是大力光所把持的 结果他这一次切进去了 当他切进去这个后镜头的时候 当然造成他营收开始出现一些爆增的状况 but如果你有待过产业的 如果你有在工厂里面工作过的 我相信你会了解说 其实除了营收以外 还有一样指标非常的重要 那一项指标叫做毛利率的表现 如果郁金光 他今天只是收到订单 他把订单很顺利的 把它交货完成拿到的钱 没有错 他是营收成长的 但是如果他的订单 这些订单是经过很多次的 很多次的重工 甚至良率没有办法拉升上来的时候 他的获利能不能出现一个成长 我们看到他整体的 去年的EPS的状况 大概在9.38元 9.38元 目前前两季 到第二季为止大概2.22元 所以上半年EPS2.22元 股价目前为止430块的话 本益比高达多少倍 你自己去算一下 你自己去算一下 当然他一方面 这一段时间从379块这里的上涨 他走的是嘎空行情 所以我们要看的 不是他基本面的表现 而是要看他整体筹码面的表现 也就是龙卷章数的部分 目前龙卷章数在昨天为止是4000张 他是4000张 假设我今天 我今天这一根大跌之后 让我的龙卷有机会开始去做回补的话 开始去做回补的话 那不好意思 他这一档嘎空就已经告一个段落 他就已经告一个段落 所以整体的光学类股 当然会受到郁金光的影响 包括大力光的部分 外资调降平等对不对 外资调降平等之后 啪 股价开始重挫了 不是苹果要发表心机吗 但是这些股票 他就是强转弱 如果你用追价的方式 就容易追在那个高高的附近 就容易追在高档的附近 强势股要买拉回 不是用追价的方式 不是用追股票的方式 苹果这次发表了iPhone 我说其实平概股 它的成长率说真的已经非常低了 你现在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机 你希望苹果下一个iPhone 再卖得多好 在突破iPhone6当年的那个熔景 已经非常困难了 它可以维持 可是除非它有新的规格 比如像说当年 3D感测元件 它那个脸部便是刚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我跟大家推荐了一档股票 叫3105的吻帽对不对 所以吻帽从160 一路的涨到300多块 那是因为有新的应用 以前没有 那现在未来所有的手机 都会搭载这个配备的时候 它才有一个大成长的空间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大成长空间的时候 股价当然它的表现 它的整体的状况 就不会有太大的惊喜 你就不会拿到彩蛋 那你没有彩蛋的话 股价它就会在那边 一直做横盘震浪整理 它是一个价值型的股票 而不是一个成长类型的标的 那这些标的 就不会得到市场上资金的青睐了 那现在市场上的资金 他们看的是哪一块 他们看上的是在哪一边 他们看上的是叫做5G的题材 因为5G是目前都还没有 市场上面都还没有的东西 但是这个商机有没有很大 我告诉你非常的大 从上游开始 包括从基地台的部分 到网通设备的部分 到未来下游物联网 万物都要联网的话 那整块加起来 那个市场的大饼 绝对大过于智慧型手机 很多很多 因为5G一旦开通 5G开始开通了之后 它会带动什么 它会带动包括我们的 所有的交通号制 全部都开始做联网 我们的手机开始转向5G 所以里面的设备 里面所使用的电子源组件 零组件它会成长 还有车用的部分 这个才是未来最主要 最大的一块商机 车用它会带动起 整体市场的需求 开始出现一个暴增的状况 所以法人他们把资金 都放在未来的5G这一块题材 5G这个才是未来市场上面 真正你要去关注的焦点 你的手上的资金是有限的 你不可能什么都要去买 所以你必须要把你的资金 放在一个最有利的地方 而这个最有利的地方 它是现在还没有 而未来它会很多很多的 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 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我们要focus焦点在5G的部分 航情拉回来测试的时候 有一些5G的族群 有一些5G的机会 它会出来 它会出来 强势股 你本来就要买在短线上 弱势的时候 当那些个股有钱在买 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 它不会只拉一波 来回震荡整理的过程 沿着军线开始往上去走强 这时候就是你最好切入的时机 下个阶段回来 我要告诉大家 哪一些标的 它是具备这样子的题材 这样子的机会 我们先进广告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野步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运他同步 红老师 最强单鼓中年庆大优惠 最强单鼓中年庆大优惠 狂客计较68% 来电指名168方案 来电指名168方案 地区不打 最强单鼓中年庆大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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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战部消防署关心您 宝贝 你要乖乖哦 今天陪妈妈 一起去打流感疫苗 你知道吗 为了让你能够静静静静静的长大 妈妈什么都愿意 等你长大 妈妈也会定期带你来打疫苗 妈妈老了 你会不会陪我来打疫苗呢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红准 在12点半到1点 陪大家一起看盘 现在他被股票市场走的是 墙转落 落转墙的盘 所以市场的资金 他正在做大挪移的动作 有一些换手的股票 你必须要特別的去做留意 有一些个股他会做撤出 有一些族群 比如像说之前跟大家谈过的散热 對不對 3324的双红 明明股价 明明公布出来的营收非常的漂亮 那为什么股价他开始做一个回撤 他开始做拉回 甚至昨天工上了哪里 顶到了月均线之后 今天继续的往下跌有沒有 就开始往下跌了 为什么 因为他有一些筹码 已经开始凌乱了 从均线的法则来看的话 当我的均线 从一个上涨转为下弯的时候 反弹上来来到均线的位置 这个地方叫做压力 这个完全就是技术面的 他告诉我的一个讯号 工期探紧一定有人会先知道 但是公司的发展 已经到极致的时候 也会有人告诉我 也会有人跟我讲说 其实这一档股票 他已经来到一个极限 盛极额衰脾极 而泰来对不对 但是有一些族群他不一样 他跟一般的人 一般的市场上的想法完全不相同 但是资金一样 他会先做一个转入的动作 这个族群 我一直focus在基地台的部分 而这个基地台会从哪里开始 会从PCB版的部分开始 所以前一阵子最强的主流 最厉害的主流都在PCB 包括2316的男子店 2316我们在6月27号的时候 当资金做转入的时候 我就已经发现到这档股票 他跟别人不一样 他跟别人不一样 2316的男子店 手上握有谁 他握有富士店 富士店是何许人也 他是中国最大的一家 5G基地台的PCB制造商 那男子店因为转投资 富士店的关系 所以他有非常丰厚的业外收入 会做进账 那之间彼此如果可以合作的话 他们可以合作的话 当然也会带动男子店 整体的营运 开始出现不一样的状况 所以公司探警一定有人会先知道 6月27号资金开始转入 6月28号来做一个回撤的动作 波段强势股 买在短线上落势的时候 2316男子店24块钱买进去有没有 量大高点不是最高点 然后一路的往上去创高创高 底部起涨 底部起涨你不用追 你还配息下来 你的波段 整个波段的获利来到30% 还配息1块钱 那一直到什么 一直到大盘准备要做回档 当然我们先做一趟获利了解 把获利放到口袋裡面 这个才是最真实的 这个才是最真实的状况 你真的才有感觉到钱进来的感觉 然后一直到7月 一直到8月29号的时候 当钱再度买进去的时候 2316的男子店 8月29号亮灯涨停 亮灯涨停 金流雄骨告诉我说 这一趟股票又有人在买了 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的动作 但是这一次他不要给我买拉回了 他不要给我买拉回 因为他直接给我一个量大高点 从量大关系来看 盘中已经告诉我说 这一段量缩整理的形态 有人在收筹 而且这一段时间大盘是跌了 他跌了800点下来 但是这一段时间 这一档股票没有跌 他反而在逆势创下新高 他反而逆势创下新高 盘中的时候量大高点出现 量大高点非高点 我如果可以踩在有利的位置点上面 考虑就对了 2316的男子店 8月30号的时候再度出手 38元市价买进 投资票可以成交在37.9元 量大高点非高点 你回过头来看 2316的男子店 他是不是逆势强于大盘 大盘今天是跌的 男子店他今天涨了2% 一样涨上来给你看 坏 因为有钱在买 有人在做进场布局的动作 当我的成本跟主力差不多的时候 今天股价跌下来了 就有人帮我把它给撑住了 就有人帮我把它给护住了 所以我们的操作必须要了解主力 市场上面大户 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当有一些个股 他拉回的时候 是为了要做洗盘的动作 2316男子店他是这样 包括很多的PCB版 2367的耀滑有没有 这一段高的时候 帮BIOS来到新高 我叫你不要去做追加的动作 因为强势股 你必须买在短线上落势的时候 这档Guyab他不是不好 他的基本面 已经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变化了 他的基本面 我们看他整体的营收跟财报就好了 这是他目前整体的获利 去年整年赚了1.06 今年前两季赚了1.14元 今年8月 8月他的营收还在创高当中 他的营收还在创高当中 但是短线上面 因为利多出境来做一个获利了结 短线上有人做一趟获利了结的动作 但是整体的均线方向没有改变的话 强势股要买在短线上落势实 操作的公式跟方法就是这样 当然还有一些个股 还有一些个股 也是PCB相关的族群 包括5291 5291的益生 这张标的 从他的整体的获利能力来看的话 去年 今年第一季已经 今年前上半年已经赚了1块钱 他已经赚了1块钱 那已经达到去年整年获利的水准了 你看他的毛利率的表现 整体毛利率从18 19 20到21% 所以毛利一直在创高 为什么可以创高 为什么他可以创高 因为他有自动化设备加入的关系 因为他整体产品的营收 产品的结构上面出现了一些改变 所以大盘在跌的时候 大盘在跌的时候 这档股票能够逆势撑于盘上 未来大盘直稳的时候 就是你的机会了 他的机会就会来临了 这叫做操作的公式跟方法 强势股要买在短线上落实的时候 那在5G的题材里面 除了我刚刚跟你讲的PCB的族群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叫做交换器的部分 当5G开始做启动了 很多的伺服器 他必须要做改版 因为以前倒是用10G的交换器 未来要改成用100G的交换器 所以台股当中有一档股票非常的厉害 他是全世界第一大的 白牌的交换器的厂商 叫2345的智邦有没有 大盘在跌 今天智邦一样就涨给你看 他还是涨的 因为他手上握有全世界很重要很重要的 伺服器交换器的订单 他是全球第一大 他是全球第一大 但是我们台湾更骄傲的是第二大也在我们台湾 他也在我们台股裡面 他是谁 他就是6285的企迹 你从量价关系来看 量大高点不是最高点 量缩整理的格局 有人在这个地方 悄悄的去收筹码的动作 大盘不好 当然股价会受到影响 可是他的整体的趋势 但是均线目前才刚转回上扬 一条上扬的均线 他就是支撑 他就不是压力了 强势股要买在短线上弱势的时候 以前他都是做天线 现在他把 他开始切入了交换器的这一块的市场 随着5G的发展 随着一些伺服器的交换器的 一些换机槽开始做启动的时候 他的营收获利 会不会再次出现一些成长 你从8月营收来看 目前公布出来8月营收 他还是一样维持在一个高档 年增还是11% 还是一样比去年还要再做成长 所以整体的获利 未来他会慢慢的浮现出来 他会慢慢浮现出来 操作的公式跟方法就在这边 资金的流向会决定 未来行情的方向 当然你要搭配的还是产业面 资金面跟筹码面的变化 有些个股短线上拉回 并不是他的错 有可能是遇到的是什么 大盘不好 遇到的是什么 整体市场上面恐慌气氛的关系 但是你的买点如果是正确的 你可以顺利的去度过这些恐慌 比如像说当时资金在买 9月3号的时候 资金在买了一档股票 叫做6514的瑞特 这一档瑞特 我告诉你说我们要买在短线上落实的时候 强势股要买短线上拉回的时候 当我的买点是这样子买的 9月5号这档股票开始做拉回 开始做拉回 连续两天大涨之后开始做拉回 但拉回的时候 我们开始去做布局的动作 强势股买短线上落实的时候 金流预告拉回去做布局 过高 过高 当然你就可以赚钱 但是除了这个买点非常重要 除了它可以让你赚钱以外 最重要的是 当你遇到行情不好的时候 当你遇到这档股票开始做回档的时候 人家 如果你是买在高档 你是买在高档 不好意思 你现在是赔钱的 你现在是赔很多 甚至你必须要去做什么 必须要去做停损的动作 但是如果我是买在这个滴滴的位置 我是买在这个滴滴的位置 我向下的空间有限 当然我有机会 我有时间可以去跟他什么 去跟他再博一下 但是如果你是追在那个高的位置上面 相对来讲 你的动能 你的整体的操作的空间 就小了许多 所以重点在于你的买点对不对 操作的公式跟方法 你的机会点要把它掌握住 未来有一个族群 你要特别的去做留意 因为昨天的金流告诉我说第一大 资金流向第一大的叫做贵买网通 这符合我刚刚跟你讲的 我们在5G题材上面的布局 资金开始流向了贵买网通 但是有一块的市场 叫做贵买生技产业 贵买生一股 开始又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的现象 有一些个股 他如果来到合理的位置 来到主力的成本区间 强势股你要买在短线上弱势死 你的操作的公式跟方法是对的 你可以像我们一样 这是我们当股会员的绩效 我们总共出手的14趟 一年的时间出手14趟 我错了三趟 我一定有做错的时候 但是我另外11趟全部都是大赚的 所以我一年帮我的会员朋友 创造68%的获利 创造68%的获利 当我错的时候我是小赔 赚的时候我可以大赚 我用这样子的节奏 我用这样子的tempo 来帮我们会员朋友创造绩效 所以我欢迎你跟上我们的脚步来 因为下半年有一个最重要的 叫做选举行情 单股会员周年庆 狂赫绩效这也是68% 我建议大家跟上脚步 跟我们来一路发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飞车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运动财经台 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 台股直播室 超强名师阵容 直播现场 急问急答 盘中及时为您解答 4月起 明天早上9点开始 正新锁定运动财经台 台股直播室 运动部洪老师 最强单股中年庆大优惠 最强单股中年庆大优惠 狂赫绩效68% 来电指名168方案 来电指名168方案 定期不打 02-8773-8859 8773-8859 运动部洪老师 最强单股中年庆大优惠 最强单股中年庆大优惠 狂赫绩效68% 来电指名168方案 来电指名168方案 定期不打 02-8773-8859 8773-8859 8773-8859 运动部洪老师 最强单股中年庆大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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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赫绩效68% 来电指名168方案 来电指名168方案 定期不打 02-8773-8859 8773-8859 8773-8859 车怎么没有人在看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